历年来环保主管机关已经查核许多国内加油站 其中有255家加油站长址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情形 进行列管改善却也因此发现业主面临改善时 有资金筹措不易耗时长的情形 那因为加油站的这个情况呢 它是在地下去发生的 所以呢它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它的发生的几率小 但是一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可能损失是大的 那这个情况我们就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 让它可以有个事先能够去买保险的这样的机会 除了由业者依法定期自我检测申报外 主管机关对检测异常者 也会主动进行土壤与地下水污染调查 杜绝任何可能使污染扩散的疑虑 也提升业主自我管理及预防污染的工作 我在过去进行这个污染调查 还是有发现了这个两百多处的这个列管场址 那目前已经有六十几处呢解除列管了 那为了让我们这些业者呢 他能够在发现污染的时候呢 有一项选择 所以我们开发了加油站专属的环境保险的制度 让业者来选择 那这个产品呢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保险的开发呢 是让业者参考之后 那评估这个可行性 如果有这个自己要去上市的一个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他会去进管会来申请备查 那备查之后呢 就可以让回归到市场机制 让业者自己来选择 环保署目前已经完成 加油站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数据汇整 开发保险单保单条款 研理多元投保方案 也召开多场营商咨询以及推广会议 汇整评估各方意见 完成多种保险方案 正式上线 协助业者分散财务风险 提升污染改善速度 有效落实交易站自主管理 维护水土资源永续利用 记者温君采访报导 中佳有线电视 雄精菜